大家好 老師 我們先來看今天台股的盤勢變化 上個禮拜五 其實你就跟大家預告過了 有一個重要的攻防線 15159 15159 如果接下來沒有站上 沒有過的話 可能就是在這邊整理一陣子 混水摸雨 今天的確就是這個現象 到底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台股才有機會 把這個萬五大關站穩 OK 好的 其實在今天指數的部分 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反而是很多小型的一個股票 叮叮叮叮的 對 漲停加速很多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這一個月要去掌握住的 不要去管指數 我覺得跟大家比較有關係的 應該是在個股的部分 但是指數的部分 大家心裡面還是要有一個架構就好了 這個是在加權指數的部分 其實在加權指數 它的重點就是在這一根 就是在這個鍵號值的這一根 這一根的位置 也大概是在這個五周均線的位置 所以說 簡單的一個節錄 如果說這個五周均線 沒有去跌破的時候 其實各位就不用太過於擔心 因為畢竟在這個地方 KD它已經突破了50了 鐵五周均線的時候 那上面有一個目標 就是在這80的部分 對 接下來就往上去做靠樓 對 那如果說在比較大的一個架構 也就是在月K棒的部分 就是佑達林剛才有提到的 這個就是在這個15159的地方 15159是前面 前面的這個頸線的這個位置 但是頸線位置 它在這一個月 剛好遇到了這個下降切線 所以說它就變得很單純了 就是說你接下來 如果要去往上供這個15159的時候 你要順勢的把這個下降切線給攻過去 那一旦這個下降切線攻過去的時候 大家不妨去做一個比對 這個是周線級的突破下降切線 漲2000點 可是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如果說月線級的下降切線 也被突破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應該就不是只有2000點 漲點不止2000點 對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大架構的一個部分 大家心裡面有一個底就好了 那我們在上一個禮拜五的時候 有跟各位去報告的晚上 就是禮拜六早上起來稍微看一下 結果這個納斯達克指數 納斯達克指數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它好像差18點 對 我們上週說 如果禮拜五的這個美盤 美股納指漲18點 它就會突破這個20週的均線 對 可是沒有 沒有 真的就是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對 最後是跌嘛 對 但是大家不用再難過 它沒有突破那個20週均線 但是它已經很肯定的 已經突破了這個下降切線了 那這個東西一旦突破下降切線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在今天很多以前 好像比較沉悶的一些電子股的部分 特別是 什麼宅板 台積電的供應鏈 都是如此 今天反而就變成了 哇 他們整個都醒過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就是跟各位報告的 如果我說納斯達克指數 它確定突破這個的時候 那台股由這些電子股來帶動的時候 那我相信是不會寂寞的 那電子股如果還是領軍指標 我們再回上一頁看一下 外資今天的籌碼 看起來還是比較偏多 因為在現貨的部分 新台幣強升 但是買超的幅度 雖然沒有買很多 外資還是買了將近8億元 期貨多單有加多 我原本禮拜五看是一千多口 所以又加多了兩千五百口左右 提升到了三千六百口 外資現在還是偏多操作 那現在可能會回補哪一些電子股呢 沒有錯 其實這個就是今天盤中 在跟曾偉連線的時候 其實曾偉他就 他跟佑達一樣都是在第一線主播 所以其實你們對地線的這個盤勢的變動 你們是非常好一點 所以他今天就問我了一個族群ABF載版 對ABF載版的部分 其實他也剛好符合我們跟各位去報告的重點 今天有一檔股票 8046的南電 他特別選在今天開版之前 他就公佈了他11月的營收 那11月的營收其實我們一看的話 我們看的是兩個重點 對 第一個他有沒有比10月還好 差一點點 月減 對 月減0.85% 可是你再仔細去追 你會發現其實他10月的營收是新高 所以他其實也只差他一點點而已 至少有寫下這個歷史的次高 至少也第二名了 這個歷史 那我們更關心的是去年同期 他有沒有持續在成長 成長了25% 這個MOM跟YOY的一個部分 他還算是滿不錯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有跟各位去報告的 這個禮拜是營收的這個公佈期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一些人他已經先知道 已經先進場去卡位了 那譬如說像這個南電的部分 南電的部分你會發現在上個禮拜 法人上個禮拜就買了 對 法人上個禮拜 他就默默的默默的有進去卡位了 結果今天營收一公佈的時候 不 他就衝過去了 其實衝出去 我們從技術層面來看 他是在挑戰那個8月22號 前面的這個起碟點 他今天已經回來這個起碟點了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重點 可是如果說各位 如果你知道有這些條件的時候 其實有先進場去做個卡位的時候 今天這個營收一公佈的時候 上去的時候是不是就已經 就搭著這個法人的 這個作帳的轎子上去了 但是我跟各位去報告 因為他是問我說 這三檔都是ABF宰版三雄 那怎麼去做一個選擇 對 因為南電已經創歷史次高 但是欣欣跟景碩還沒有公佈 所以有機會帶來好消息 對 是不是說南電 他有辦法去帶動其他的那兩檔 也有一個好消息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給各位來做一個參考 我會發現 其實我會先去檢查 我們先回到這個地方 他這個第三季這沒問題 有 低點符合了 對 低點已經符合了 而且10月的營收它是雙成長 對 10月也符合 就是它的MOM成長 它的YOR也成長 可是你去看其他的兩檔 你就會有一點點奇怪 他這個低點也是符合 前三季轉移一整年 對 可是他在10月的營收 這個是有成長 年增月減 可是這個地方好像就沒有 那麼樣的一個強勢 對 這個是景碩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再看到技術層面的部分 你會發現這三檔股票裡面 今天這一檔是唯一 還沒有突破8月22號 8月22號是什麼 它前面的這個起跌點 它唯一還沒有突破的這個起跌點 那這三檔當中 其實它的股價是最低的 最便宜啦 最便宜 也就是最多閃物朋友喜歡去做的 但是我們從這地方 我們有看到了一點點 好像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 那我們再看到這個星星的部分 星星的部分這個也沒有問題 前三季已經轉眼去年一整年了 可是10月的營收 你就會發現它好像跟這個 他也沒有啊 他也沒有雙才長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在這三檔裡面 唯一符合的是8046的南電 所以它在營收再公布的時候 砰 人家就上去了 對 那我們再看到一個地方就是 有沒有發現這個法人 在星星的這一檔 它是唯一著墨最少的 上禮拜其實大部分在賣 對 反而是在賣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 景碩的部分 景碩還好 景碩有買 景碩還稍微比較好一點 那最明顯的是這個南電 買的比較積極的 連買的 所以我們幫各位去做一個總結 好 如果我說各位 你現在準備要去做的 就是這個法人 他們作帳行情的話 那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法人他們會去追那個強的 會追強的 對 所以南電可能強很強 對 南電的話 如果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卡位是卡位這一種 對啊 高價的 反而是卡位那種高價的 因為你現在在跟人家衝刺 最後一百公尺的衝刺 你總不希望背著太重的籌碼 比如說你如果說價位 稍微比較低一點的話 很多這些散戶朋友 可能會進來共襄盛舉 那你在拚那個績效的時候 可能稍微會有一點點被拖到 被散戶拖累嗎 是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 又打獎 結果大家這樣的一個心聲 這樣不太好吧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要去做這種股票的時候 一定要去選 他們有持續在做 而且也一定要去追強的 可是追強的時候 畢竟這個是違反我們人性的 所以我在這地方 給各位一個簡單的防守點 也就是說我們往前看 如果說它這個大量 這根K棒 它沒有被跌破的時候 它會很強 可是如果說你去做一個切入 它反而去跌破 大量的K棒的時候 我覺得說其實其他 其他還沒有公布財報 但是符合這種的有非常非常多 不見得說一定要去追這種 人家已經衝上去的這些股票 這個是提供給各位來做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做個小結論 南電可能會受到法人的青睞 持續站在買方 但是欣欣跟景碩 沒有的空手的先停看停囉 其實可以再去追 如果說法人這兩天突然 開始去追這兩檔的時候 那表示他們的財報 應該也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就看法人今天的尾盤 盤後手碼有沒有買 畢竟要去搭他們的叫 他們才是主角 我一定要去搭 他們有資訊在做的 但是景碩這是近期 法人的確有買 買得比較積極的 另外一檔的強盤指標 是在3027的盛達 原本今天早上 一個黑K棒殺下來 大家也想說是不是長完了 結果尾盤留了一個 很長的下影線 這是法人還在買嗎 對 今天早上 今天真的很多人 都嚇出了一聲人號 對啊 因為他已經是 注意的股票了 所以他要先去公佈 其實他公佈10月的單月EPS 蠻不錯的 他光是10月就已經賺盈第三季了 那累積前面10月的話 跟去年來講的話 已經大幅的增長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有人先知道 對啊 法人先吃 對 法人先吃 已經先進去卡位了 所以就用前一根 K棒的這個低點 常常防守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今天的低點 當作防守 因為這個低點 是同樣的位置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持有的或是空手的 就看這個低點的防守進場價 那如果因為時間關係 大家聽不懂 或是想得到更進階的教學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 小電視上這個QR Code 加阿豪老師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小老鼠Good 580178 那老師還有什麼樣的教學 要給大家呢 其實納斯達克指數 現在已經確認 它突破這下降絕限 我這兩個禮拜一直都沒有改 它已經確認 這一點是確認 所以這個地方 他們會持續的去感謝一下 其實大家也看到 這是現在正在進行事 各位我們要做的就是 如果說你發現你手上有些股票 從年初爆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動 而且11月有漲 但是12月好像又開始在睡覺的時候 真的趕快去保留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在這個網路的一個教學的部分 針對的就是在實戰的部分 在實戰的部分 如果說各位 有想要再進一步了解的 掃門QR Code 在右上角的祭司本 那記得按一下178 Line上面要按178 才有重要的訊息通知